巨蟹座的朋友大家好 在这个双鱼座的新月里面 就是说这个农历的二月里面呢 你们会或者说我们会经历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上升的巨蟹座 那我们会经历的就是说 我们很容易有一些多重人格 甚至严重一点的话会有一个人格的分裂 那为什么呢 就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我们在运用我们的钱 我们的时间 我们分配我们的工作的那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运用 去怎么去分配我们的那些资源呢 那其实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尤其是当有别人的参与在其中的话 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一些 我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们自己有一些理想有一些目标 那当然要用到我们自己的资源 比如说我们的时间 那我们的钱 OK 但是呢 那同时候我们又要顾及别人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很亲密的朋友 我们亲密的家人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那所以我们去分配我们的资源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很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拔河 是不是叫拔河 就是说大家去抢我们的资源 对 我们自己要需要用我们的资源去做我们 我们理想的东西 当然是其他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身边的所有人 他们也要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OK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见到近次的那个幸运 就是日月和在我们的九宫在双语座 那这个日月和呢 它同时是六份了 在我们七宫的那个火星 还有我们十一宫的那个天王星 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很想去做 我们终于有那一个冲动去达成我们的理想 可是同时呢 OK 可是同时呢 因为这个幸运 就是日月和幸运 OK 幸运 它在三分我们的那个南北焦点 就是 就是南北 南北焦点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 嗯 嗯 Dilemma 就是 两难的局面 对啊 那我们要怎么 在别人需要我们的帮助的时候 还有我们自己想 用我们的资源去达成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痛苦在里面 嗯 那如果你说哎呀 我真的没有其他人 呃 要去顾及 要去帮助 嗯 那可以 它可以 可以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能量呢 那 那它可以是说 嗯 我们去分配我们资源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一个多重的人格 有一个人格分裂 对吧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 嗯 很想去 嗯 就是不想去花我们的时间 不想去花我们 花我们的金钱 OK 嗯 比较 嗯 怎么叫 就是比较 嗯 啊 我不知道国语怎么叫 嗯 在广东话我们叫 冷色 或者香港的里语 我们叫 就是 嗯 比较 嗯 啊 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 不舍得去 用钱 嗯 但是我们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哎呀 去用多一点钱呢 其实你自己已经很有钱 OK 那又可以是说呢 嗯 在我们工作的那个方向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很懒惰 因为我们觉得啊 其实我们也是已经很有足够的那个金钱 所以我们不用去太过去辛苦自己 但是有时候我们又想去 呃 拼搏 去赚多一点的钱 所以 任何关于我们自己的金钱工作实践 这一些资源里面 我们进个农历的二月 会有一个拔河在里面 OK 那就说 你说呢 啊 那最后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去问塔罗的 去问塔罗的那个建议